文化管制我們每個人都會站在那邊 那整個是一塊的 它是一個現有地理 你說成功我們這一塊是兩個問題 它是整個很快的現有地理 因為你根本就不用有土地層的問題 你只要場管國際 以前是這樣 之前你會這樣知道 以前很久不久了 因為政策無責 你們自己出場了沒有問過 但是現在立委 你們都要讓民進公司去亂搞嗎 現在大院長處長都上來 你們都要讓民進公司去亂搞嗎 真的太過分了 蠻棒的事情 如果自己也有地理 不是 你們本身就應該跟地方政府來做協調 來溝通請教 那是整個縣的規劃 那你們是代表原住民的龍頭的領導 對不對 你們在火車頭再往前走 對 你們在火車頭再往前走 我會再跟會裡一聊 就知道 那就是打我們 你們找那個地方是在花蓮師院 那是一個校區 校區它怎麼會去做博物館 那是完全 以前的師範大選 對呀 花蓮師院 對呀 沒有再請了國家務 重新把所有的事都要調教 本上市集也是花蓮人 是嗎 謝謝 謝謝 審生民菇 審生民菇就在花蓮 我跟你講都不敢回答 因為很多藝術都在這裡 是啊 我已經告訴你 我已經告訴你 設在花蓮的六大理由 六大 就在那裡 我會給您書面 給您書面 他的場域的精神 歷史的文化 所有的事件都在花蓮 那怎麼會沒有在花蓮呢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離譜 他們現在已經在一個月前建村處長不久 所以只有葉大發的意味 那另外他經營 你才會重新當局 你們最後選定的是三個 就是剛才我講的 新北 桃園 花蓮 之後再去做評估 評鑒的時候是選定新北 怎麼會再依留 我真的搞不懂 除了陶瓷博物館 還有 對啦 三峽老街 場域要去做結合 這跟三峽老街的場域有什麼關係啊 你們只是想說 它是一個群聚效應 一個人多 車潮多 你要人多 車潮多 我告訴你總統府好了 開大 德蘭大道 請問一下 2 8 8 4 8 9 8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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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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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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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也看 感谢观看 我觉得 感谢观看 我们期待 一般 其实还是要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希望能够 包括包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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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同时也是 那 所以我就 我们的部分 要推动 更活动 中长期 这个部分 有一些已经 这个 当然 是 就是这个 我们 包括包括 我们 不要用 不需要 这个 这些 还是还是在 这些 你们 这些 我一直在委員會講說 過去舊政府把這些所有的資金 繳褲繳了四百多億 這幾年 從99年到現在 所以我在擔心說你們第一個 長期的資金不足 那第二個短期的資金的調度 也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在擔心說在財務上 會造成推動社會住宅有困難 所以我還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內政部跟行政院 跟其他財政部盡速協調 把這些相關的財務做一個比較 完整細部的一個規劃 這樣才能夠保證你的社會住宅 可以順利的來推動 會 這一定會做 一定會做 謝謝委員 主席我想請 我看還是部長都回來了 還是請那個部長跟次長一起好了 好不好 對啊 當然是這樣 好 兩位好 辛苦了 那我想 延續陳委員的話題 其實剛剛他講的 他點出的 無非是說 在這個推動的過程裡面 到底你 土地的來源 到底你的基金 你的預算 你的財務的評估 如何準備 如何整個行政團隊 完成這樣的目標 做了哪些協調 各方面的共同的目標 我想這樣的推動 才有可能在 我們所謂的八年 二十萬戶 八年二十萬戶 這樣的一個目標 其實 剛剛也有不同黨派的委員也提起 就是說 這樣的目標 既然定了 因為我特別看 不但是昨天 中常會再講一次 這個林全院長的施政報告 雖然還沒有正式報告 但是他也講了 他也講了 那可見這是一個新政府 真的非常重大的目標 那其實我幾次 甚至我將來總質詢的時候 我其實也會提到 我認為 我認為現在新政府重要的目標 叫做 創新 就業 跟分配 然後他推了幾個 五大的創新產業聚落 對不對 有包括像國防產業 包括像亞洲矽谷 包括像這個 智慧科技 就智慧機械 或者是生技 種種 坦白說 我認為 兩位負責的 這個不管是社會住宅 或者是都市更新 整個社會 整個城市再造的產業 住宅再造的產業 應該是第六項 我其實 幾次想建議蔡總統 應該要有七項 露了另外還有一個是城市改造 這是有牽涉到我們的內需產業 一個是文創 文創 其實它牽涉到 我們的文化 還有整個國家的認同意識 繼續來凝固 來團結 來淬煉 這是其他的事情 但是 我想要請教一下 大概 次長 大概你的想法是說 透過租賓市場的正常化 然後讓它由包租代管的方式 大概可以找出八萬戶的 這個作為社會住宅的攻擊 對不對 是 對不對 是 沒錯 這個 這個因為昨天也問了一半 這是一個 坦白講這是一個 滿高難度 滿高難度 你大概 因為你說研議 你大概 大概的副案是什麼 我今天要討論大概兩個東西 一個是 一個是你說的這個八萬戶 它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解決什麼樣的 過去 因為過去 過去李部長李鴻元不是不想推 陳薇仁不是不想推 那個 幾次 幾次做了各種嘗試 包括像租屋平台 剛剛賴日龍委員也提出來了 成效非常差 好 那 那個大概 大概的副案是怎麼樣 怎麼樣 來突破 這個 多半的房東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房東 他是不願意納入這個正常市場的 這樣的一個困境 這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到底有多少土地可以用興建 因為你在 你的興建裡面 大概 也當然也包括部分榮獎的補充 榮獎的補充應該是在都更的系統裡面 是 那這些加起來 說是12萬 估計是要12萬 12萬 那大概分佈各縣市是多少 大概這兩個 這兩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 其實目標確定 目標確定 目標確定 解決居住問題 同時 這個 作為我們內需再造促成 也兼促成我們的經濟成長 以及我們的都市升級 我們的環境 提升 這當然是一個大的目標 那大的目標 怎麼樣透過 一方面是法令的調整 一方面是行政作為怎麼樣的協調 我想這是你們很重大的挑戰 好 我們就回到 回到那個 租賃專法 是 這個花 叫花教授好了 花教授 好 謝謝姚瑋 我想我大概這樣回應 包租這個事情的做法 有一個重點 過去做不成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房東不願意參加 那房東不願意參加 原因在於說 他一旦參加破了光 他就要面對租金所得的 所得稅的這個承重負擔 所以參加的房東其實是被懲罰的 那我們為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希望在住宅法的修法的過程裡面 把參加這個包租平台的這個房東 他的租金所得 我們給他非常優惠的優惠稅 優惠稅清稅 讓他一方面可以很認真 直接出來參加這個平台 一方面他的稅付壓力不會過重 而且他避免未來逃漏稅被積查的這些風險 所以房東願意出來 是這個政策成敗的真正的關鍵 那房東願意出來的關鍵 又在於租金所得的所得稅 你能不能有效的去降低 所以我們現在在修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華老師 是 這其實兩個層次 一個是說加入租屋平台 你現在所謂的租屋平台 應該是交社會住宅的 社會住宅的租屋平台 對不對 社會住宅不管是10% 應該是現在推30% 這有些房東他其實心裡已經不見得參加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即便 即便是一般的承租戶 這個現在的一般的房東都不太願意 都不太願意扶上來那個清楚的申報 那這個我知道財政部 我們應該幾次協調啊 這是十多年的老問題 十多年 這個要 要激增 要這個 查核這個稅 查稅都不容易 那這個 所以說我們不要用查稅的這種強制的手法 應該用疏導的方式讓它出來 特別在跟委員報告 現階段大概我們空屋大概有100多萬戶的空屋 加上在線上已經在出租的房子 大概也有100萬 這合計起來200多萬間房子 其實只要裡面的5%的房東願意來參加我們這個平台 他其實就已經達標了 所以說並不是要絕大多數的房東來參加這個平台 我們這個所謂的8萬戶的目標 所以市長你的意思是 你還是推這個要出租給社會住宅的這個租賃專法 是不是 這個住宅法 而不是把所有的租市場 這個通通通通通來run過一遍 這是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透過住宅法 先讓社會住宅的包租 包租形式的社會住宅 先透過住宅法能夠讓它落實 第二個階段才是透過租賃專法 讓民間的這個租賃產業 還有租賃服務業也跟著發展起來 那那個就是剩下的90% 沒關係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有機會 我當然禮拜六我也舉行了 杜庚的公聽會 也請兩位參加 但是因為 甚至這個話題 你剛剛說如果5% 你就成就了這個5萬戶 10萬戶 10萬戶 那如果10%呢 那如果10%其實 剛剛講的那些需要新辦 需要新建的 那不就都可以省下來 其實我一直也認為這樣 我一直認為租屋市場健全化 是我們包括像實價登陸 未來實價課稅 接下來租屋市場健全化 我覺得我們首要 首要進行的 租屋市場健全化之後 不管你這都更的中繼住宅 中繼的住宅 現在台北市為了蓋中繼住宅 就已經麻煩是一大堆了 中繼住宅 或者是社會住宅 這些都能夠充分的 透過當然政府的作為 包租貸管 或者其他的這個稅付的 等差距化來處理 我覺得應該是速度比較快 但是速度比較快之餘 其實我要提醒 我要提醒 因為我看到 我看到說要興建的社會住宅 像台北市 本來說五萬戶 那現在要拼一萬戶 都非常困難 那台北市都這麼困難 或許新北市土地多一點 但是其他地方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我看 包括你的桃園啊 很多地方 那其他地方的空餘屋 本來就很多 如果這個租賃市場正常化 能夠協助社會住宅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又快 又節省我們的土地資源 特別啊 特別 本席有一個觀念要在這裡 特別 特別真的要提醒 像台北市 台北市如果說 你的目標 你的目標是 我記得 我記得花市場的目標好像是 雙北要八萬戶 雙北要八萬戶 那台北市 現在一萬戶都搞得很困難 那未來是不是要有很多公有地釋出 包括我主張機場簽建 然後機場遷移之後 我主張是百分之百大公園 但是現在科市府要拿百分之四十 來做這個科技園區或社會住宅 這是我反對 我反對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公有的土地 它其實在都市發展的過程裡面 它其實要扮演 它扮演的是一個 整個都市聚落空間環境 調配的重要角色 像台北市綠地缺乏 台北市的空屋嚴重 它的中央公園的需求非常的大 它的綠地 應該公有地來承擔這些責任 所以公有地如果 不去考慮都市的文理機能 然後去大量的釋出蓋社會住宅 本席是反對 也就是說你在蓋這個的同時 以租屋先行 租屋先行 然後其他的 其他的不管是公有地 或者是其他的作為 這些應該是做次要的考慮 而且要配合整個都市發展 不要就是 不要就是為了衝那個數字 這樣一直去一直去 坦白講未來可能是都市的 下一次代的一個大的問題 那還有最後一件 我認為 我認為推動公辦都庚 來產生混居式的社會住宅 才是真正 真正我們都庚修法重要要進行的工作 我認為這方面的琢磨其實 其實不太多 一直在現在 陷入在用我們不敢住宅基金 都庚基金 去找公有地蓋社會住宅 這樣的一個方向 這樣的方向 這個 有些地 有些土地可以 有些土地 是萬萬不可 像 這個 我再最後講一句話 像台北市的松山機場 如果 遷走 如果在那裡 蓋社會住宅 我會完全反對 我會完全反對 這個不管是台北市要蓋 或者內政部要蓋 我必須在這裡提醒 因為那是一個 我剛剛講 那是一個綠帝 跟整個都市 共同 共同來協調 來產生這個都市環境 變成 都市升級的一個重要 重要的一個 一個必須要保留的 的寸土寸金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洪忠義委員 先跟委會報告 我們中午12點還是休息 那下午2點再繼續開會 所以沒有輪到的 我想大家可以先 我知道 你會到 謝謝 好主席 我想讓我們 葉部長休息一下 請我們的次長 還有我們營建署的李署長 好請兩位 洪委員好 次長好 署長好 我想我們今天 是在討論這個土地政策 包括都市更新 租屋政策 社會住宅 以及土地轉型正義的這個區塊 我想其實剛剛 已經有委員 有問到了 就是李俊麗委員 他剛剛特別的點到 他剛剛特別的點到 在102年5月9號的時候 那個監察院 有一個糾正案文 他的按鈕 是他被糾正的機關 就是包括說我們 內政部 以及我們各級地方政府 那糾正的按鈕 那糾正的按鈕就是 各級都市計劃全責機關 任令部分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 長達3至40年 迄今未取得 嚴重傷害 這個方式 還是有什麼樣的作為 還是有什麼樣的作為 那那一陣子的市政策 從去年開始就已經啟動 第一年的四年計劃 那將 譬如說將少子化所 應該要減少到的一些學校用地 或是因為消費行為改變 譬如說一些傳統市場的用地 可能不需要這些 我們預計 就是從去年開始已經啟動 我們預計是能夠 去年已經啟動了 已經啟動 那這個計劃是 從104年到107年的四年計劃 那個署長 我想在這個 這個是監察院當時 糾正的一個文件 它裡面提到的 就是目前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面積 大概有25714公頃 那所需要的費用 是7兆多 那你剛剛說編2億 是要解決哪一個區塊 一根小馬而已 不是 這個2億多是作業會 那作業會那未來呢 作業會就是由縣市政府 大概會委託 委託專業的顧問公司 幫忙做都市計劃的通辦檢討 也就是公共設施的通檢 這樣子的一個特別 一個檢討計劃 那這個檢討計劃 就原則上現在大家的觀念就是說 減半徵收 那個本席手裡的資料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的地主 大概有將近80萬人 這個數字你認為有沒有這麼多 這些數字都是我們提供出來的 就是真的是這麼多嘛 是這麼多 所以我想這個案子 是牽涉到80萬人的權益 那我想解編的部分呢 解編的部分 從糾正到現在 有沒有確定解編的案件 其實是有啦 但是說真的是不多 不過現在就是說通案性的可能 是多少 有是多少 當然這個我事後可以從去 就是說從103年到現在 我們可以再提供一些最新的資料 那我想喔 司長你 待會也是把這個 資料提供給本席啦 那另外我想喔 他這個 糾正案 他主要齁 還是依據這個憲法第15條嘛 人民的生存工作權 及財產權 應予以保障嘛 但是我想這80萬人 到現在 還是都看不到東西呢 他們是非常的擔心 甚至齁 本席知道齁 大概在102年 103年齁 本院就已經有委員 提出這樣的那個案子 要來修正齁 但是因為那個戒期不連續齁齁 所以後來這些 這些地組的 也認爲說他們的權利 還是沒有得到保障咁 那我想齁 地組有在反映齁 他們希望說解編的部分 可以加快速度 然後在調文的部分齁 他們 有提出說 取消 拙腳代金的這個部分 你認為可不可行 當然這個部分取消代金的話 可能基本上大概是以真正的專業來看 會影響到整個都市的品質 所以在兩級都委會都是說 以回饋土地為原則 那佼佼駕軍是一種 是一個不得已的一個作法 大概這樣子 其實我想這些地主 有反應的部分說 包括說取消折角代金是一個選項 那另外他們也希望說設定上限 那你認為這樣子可不可行 有些案件在兩級的都委會都有特殊的原因 其實也有特別通融 也有這樣的案例 可是現在法令沒有過 法令就是剛才我說的 剛才是委說的 就是說以捐地為原則 然後以繳交代金為一個 大概一個替代的一個方案 大概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希望說可以透過自由市場的買賣 來讓他們的權利可以得到一個解套 那你認為這樣子可不可行 這個部分其實以前就已經開始在做 這個就是後來有修都計劃的相關的條文 就是說公設保留地 曾經也可以由公家來公開的來這個 等於是標售 當時都有院都有編一些經費 如果說地主願意打折或是比較低的價格來賣的話 那都有 那現在當然這個部分 同樣的賣給私人的應該都可以啦 這個部分 這個在土地法或者相關的 法的交易的這個 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我想那個以台北市為例啦 去年台北市政府他們有編列一百萬的這個 一千萬的費用 然後卻只有處理了294平方公尺 這個案例你知道嗎 這個當然我不是說很強确的 不過就依照過往的案例 現在就是因為民間 這個有相關的也可以 這個等於是容積移轉過來的話 那民間的收購的價格應該會比公部門高的話 他當然他願意賣給那個民間的部分 像建設公司之類的 好 那個次長你要不要再說明一下 我看你一直點頭 好像很內行 我想在台北市一千萬取得294平方公尺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 因為一瓶換算下來 大概就十萬塊錢的徵收費而已 所以其實他看起來就是至少要這麼貴的錢 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這80萬地主的權利 除了說監察院已經糾正之外 我們希望說我們部理可以更加的加快速度 那確保這些地主的權利 好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努力 好 謝謝 以上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古拉斯委員 主席有請部長 請副長 古拉斯委員好 部長好 我之前其實已經跟您預告 在我個人還有原住民族的眼中 其實您是第二位原民會的主委 內政部的業務直接衝擊原住民族的生活 那麼您認為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理念上我非常同意 但是從實際的運作職權來講 許多業務其實是我們設了一個原民會 所以從這個體制上 我還是要建請有關原民會的這個業務 還是要請教原民會可能比較適當 對 我們設了一個原民會 但是很多業務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您知道嗎 有關聯 可能很多部位的業務可能都會有關聯 這是沒有錯 好 沒有關係 因為您剛剛上台 但我了解您對內政的業務 其實非常的熟悉 但我不曉得您有沒有告訴您的團隊 原住民族的事務 真的內政部應該要放在心上 不要呼嚨原住民族的委員 因為我在今天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看到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的部分 只有一小段 你們這邊提到 按原住民族委員會 目前已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規定 擬據原住民族土海法暴行政院 並於105年2月1號已經含轉大院審議 與時代力量提出的版本 政委員提出的版本 均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認定及全力回復事宜 所以建議另循原住民族委員會表示意見 那麼這七行字對我來說很抱歉 部長我認為都是不需要說的空口講出來的白話 我個人在這七行字裡面看不出來內政部主管的相關法律 裡面你們要如何處理原住民族土地的態度 立場也看不出來很具體的作為 簡單的說講白話這七行字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都去找別人 原住民土地的問題跟內政部無關 但是其實我上週才有提醒你 內政部其實是第二個原民部 您看一下 這些都不是原民會主管的法律 主管機關都叫內政部 包括國土計畫法 私立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 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 非都市山坡地範圍內土地變更編定審查原則 連標準地民審議及地民管理辦法 標準地民的意寫準則等等 主管機關都叫內政部 都涉及現有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的使用權 同意權 不用等到總統道歉 不用等到原民會的圖海法通過 從2005年原基法通過之後 您現在所帶領的內政部 您就要做的 結果現在到2016年 您的幕僚還替您寫這種報告 寫這種鬼打牆 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的報告 部長我知道 因為您剛上來 可是我很想知道 這是誰寫的 我現在很想請這位同仁來說明 可不可以請他來說明 為什麼會寫剛才七行字 這一種鬼打牆的報告 我想跟這位 我來就好啦 這一切我來跟您回答一下 好 請部長說 我們雖然是這樣講有職權 這是我們任何在市政的同仁可能都要非常有的一個基本的理解 那在這個理解之下 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內政部很多業務 其實對原住民族跟土地之間的連結 其實我們是相當重視的 相當重視 而且我也特別理解到目前區域計畫法 它並沒有將原民生活型態跟它傳統土地方式納入考慮 我也了解到這樣的一個事實 所以很希望未來就像你所列的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用它國土計畫法的這一個高度 這一個高度 在我們未來往前推動的時候 我們確實是需要重新來檢視 原民土地的空間利用 那我在這裡就還是要這樣講了 就是說有一些機制現在已經在進行 原民會所推動的一些機制 包括在大院裡面審查的一些機制 我們會從這樣子的角度 那盡量跟它尋求連結 我們有體會這樣 那很願意這樣去連結 但是不是什麼事情都 全部可以在我的這個機制裡面 這個完全了解 所以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原民會裡面被處理 我想這個您應該非常的同意 而且甚至於我覺得 在我們做這些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蠻希望能夠得到充分尊重 充分尊重這些 這個尤其是原民的傳統文化領域跟智慧 因為您現在主管的相關法規主管的土地 都是在總統上任之後 他跟原民道歉之後 就要由內政部來繼續開放給原住民族 包括由內政部來解除限制 開放使用 並且合作共管的土地 所以內政部是不是要再深刻了解 也誠如您剛所說 其實您剛所說的我很認同 就是說所有的我們內政部的同仁 是不是應該要清醒一下 這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不是原民會 而且8月1號就要來了 4年其實也很快就要過了 我這個只是一個例子 我再舉一個例子 部長我在4月25號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臨時提案而且獲得通過 我要求說這個字很小沒關係 我唸給你聽 我的臨時提案叫做 內政部會同原民會邀集相關民間團體 及族群代表 研議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第四條第六款 也就是原住民族歲時計儀的日數 要比照同條第一款 春節要放假三天 簡單的說原民的豐年季 我們認識各式各樣的祭典 我們要比照漢人的春假放假三天 我們請內政部一個月之內 提出延期意見跟影響評估 結果你們到5月13號回給本席 說因為內閣改組 原民會的族群委員要卸任了 考量這個重新任命委員需要時間 所以我們要整合新的族群委員之後呢 本部也就是內政部 才會盡速地提出延期的意見跟影響的評估 公文的旅行 公務員的推托 一覽無遺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很忙啦 沒有時間管原住民 我們就說內閣改組 都是內閣改組的錯 但問題是我個人的疑問是說 為什麼內政部凡事都要問原民會 難道內政部裡面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處理原民業務的知識跟能力嗎 我想應該 我想應該 各部會在他的施政範圍裡面 確實也都必須考慮到原民這一塊 那但是只是他有 我們現在有一個主管機關 原民會 所以都要去協調 都要去尊重 要去連接 那這樣力量才會大 對 但是明明這個紀念日期節目實施辦法 的主管機關是這個內政部啊 結果來了一個文說 因為人家在改組 所以我沒有辦法 以立法院通過的決議 在一個月之內來回覆你 部長如果你是我 你會同意這種講法嗎 雖然說5月13號之前的內政部的回應了 其實不是你帶領的內政部回應 但我還是要說 寫這個公文的人到底是誰 這是藐視國會的決議啊 各位內政部的同仁 部長您知不知道 您要過春節一年一度 加恩的團聚 請問那個農曆除夕 是不是在12月31號 農曆的12月30號嘛 好 那我們台東的豐年季喔 6月30號左右要開始了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現在告訴你說喔 你今年的除夕喔 在12月農曆12月2號的時候 今天6月2號比照 12月2號我還跟你講說 今年農曆除夕喔 你不知道可以放幾天 那我們也不知道說 今年的30號 我回台東 是不是必須當天晚返喔 當天吃個兩餐飯 跟家人見面之後 我就要趕快趕回來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你今年除夕 一個月之後的除夕夜 你可以放幾天 您覺得你的感受會好嗎 其實這個就是原民 每日生活所需 但是這個的主管機關在內政部 部長還有我們再回到 土地轉型正義的問題 本席在3月30號針對不當黨產 提出質詢 我只列出幾筆喔 原住民族被國民黨 佔為黨產的土地 例如苗栗縣 南莊鄉 東莊段 886號 887號的土地 在民國53年 竟然主托登記喔 主托登記 給中華民國 然後中華民國 在73年賣給中華國民黨 我在3月30號 跟內政部要求說 請你提供古老的 這個不要說古老啦 就是舊的公文 我想看到底是誰 哪一位首長 因為什麼原因 主托登記給中華民國 然後73年 又是哪一位首長 這個賣給中國國民黨 結果 內政部回函 你們給我的回函 4月20號說 因為年代久遠 公文業已銷毀 難提供 這樣的土地轉型正義 請問要怎麼回覆 這筆土地 要怎麼還給原住民 例如 台東北南鄉 梅元段 581號 到底民國71年 透過什麼樣的手段 竟然可以有個人 把原住民族的土地 繼承給中國國民黨 這裡有很多民法的專家 請問這個原住民族的土地 賣給了個人 個人如何 繼承給中國國民黨 結果你們的確給了我一個 非常古老的公文 寫的是繼承 你們的同仁還是說 雖然白紙黑字喔 寫的是繼承 但是他說這個繼承 是因為當時這個登記錯誤 你們同仁說是登記錯誤 不是繼承 是你們寫錯 結果你們土地 都已經給了人家 說是國家不小心寫錯 一不小心就給了公民黨 現在是黨產 這種理由 你們可以接受嗎 如果是登記錯誤 當時的承辦人 還有核稿的地政事務所的主管 是不是要懲處 是不是要追查責任 是不是要究責 所以 30秒好 我現在只是要整體的來說 第一個 內政部長 不要忘記圓民 這第一點 第二個我當然更加的懷疑 有圓民的團體 一直說行政院下設的 處長委員會要納入圓民 說設在行政院下的 處長委員會才有行政權 說要調什麼資料 就可以調到什麼資料 結果我光是查這兩筆資料 我就調不到 不是說什麼是當時的公務員 登記錯誤 就是說公務員 這個公文已經銷毀 所以我認為 其實 我認為這個行政院裡面 各個部門 如果真的要把土地或圓民的 轉型正義還給圓民 必須要有總統 調度行政院 由各部會都要動起來 尤其再次的拜託 部長 不要忘記圓住民 可不可以請你承諾 至數評估的報告 放假日 還有一週之內 再次的提出 國民黨佔有這些 原住民族土地的專案報告 我去瞭解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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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延長時間 因為陳委員希望能夠 對 所以我們請讓陳委員 諮詢話 我們再休息 你好 主席各位同仁有請葉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週一就是你第一次來本會 備詢的時候 我記得當天我好像有誇獎你說 其實目前內政部好像是第一個還沒有暴衝的部會部長 不過才誇你 我昨天看你 你覺得你昨天有沒有失言 就說 崇子島這個話題已經不流行了 那我不懂的是有關 攸關台灣的一個生計 是一個議題 可是部長你卻是用流不流行的這個議題 來做這樣的一個結論 你覺得你這樣的發言適合嗎 謝謝委員的關心 那個島跟礁這樣在那邊 我覺得台灣不要再繼續在這兩個選擇 但是後面的問題很重要 後面對於我們怎麼強化我們整個的國力 那這個問題很重要 但是我講的其實只是說 不要在治裡面在那個 現在我們一直在治裡面 台灣需要往前走 所以其實流不流行 對於說這個議題 只是這個意思啦 只是這種想法而已 所以不應該說這個議題已經不流行了 不應該用流行的這個字 好像有關台灣生計去用流行 其實這部長的確是有一點不恰當啦 其實是非常的不當 我也努力啦 謝謝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沒執政前呢 其實大家就批評說 在黨成就批評說 呼籲不利也好軟弱 那現在執政了 然後在日本面前感覺 好像開始低頭了 態度也扭扭捏捏捏 那像部長這樣子認為說 這已經不再是一個流行的話題了 基本上感覺好像其實欠漁民也是一個道歉 喔 不然你總不能像曹部長一樣說 等到豬農都扛豬來抗議了 然後到時候 他們才可以表達心聲 部長你不希望遇到的是 到最後是漁民來抗議表達心聲才甘願吧 其實是在同時問我說漁民眾不這樣 我說真的這個很重要 自不代言 我想我也有這樣講 那所以我想委員謝謝你的指教 這個確實是 失言 確實是必須 確實是必須台灣往前走 把一些像今天在談的社會助裁 有多少年輕人 有多少年輕人他要起家 他確實是需要 我們好好把這些政策做好 部長你講這些都沒有錯 所以我們是不是跟委員一起來期許 就是說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嗎 沒錯 往前走是大家一致的目標 但是這個我想提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談到的都是居住爭議也好 或者那麼多的爭議 可是在目前前幾 譬如說昨天部長認為說 充之鳥充之島 這個已經不流行了 或者是你已經從新政府執政 不顧豬農的權益 到現在看來 連業部長都開始認為 護漁的權利 漁民的權利都已經不是個重點 那難道 我不是這樣認為 我不是這樣認為 大家的認知 聽你這樣的表態 會認為是這樣的認知嗎 所以今天談這麼多的正義 新政府對於農民漁民的正義 會不會也是前後不一 這個我覺得這也是值得去思考的嘛 因為表現出來的確 就跟當時執政前執政後 有很大的一個出口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部長聽說內政部負責的社會住宅案 三個月內有譜 那其實柯P之前也有說 他希望能夠積極尋求新政府的支持 那未來八年五萬戶的公宅 就四年兩萬戶的公宅 要跟蔡總統的八年二十萬社會住宅 就是一起合作 那你覺得你依你的專業來看 這是一個競爭 還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我們跟地方政府都是合作 跟全面的各個地方政府 我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合作 然後資源共享 這樣的一個 然後實現 實現我們推動社會住宅背後 一個非常強的一個居住正義 這樣的一個理想 所以你覺得 然後來回應我們台灣 新的下一代 年輕一代 他現在很密切的需求 所以這是一個合作關係嘛 那既然因為柯P一直說 那他希望就是中央這個部分 能讓十四處位於國有地上的公宅基地 能無償撥用給台北市 那到底這個部分 部長中央這邊會不會支持 我們都會有整體 對地方都是有整體的配套 整體的不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但是我們現在最需要 是把所有這一些機制都研理好 那譬如說 所以目前不全然 就是全力支持 這十四個地方會無償博用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我們事實上把所有的機制都建立起來 那我想 我想你應該知道財務的部分 財務的部分一方面 一方面我們有住宅基金 那但是住宅基金 住宅基金就已經那個虧損了 住宅基金確實是不夠 對啊 現在剩下不夠 你連住宅基金就因為不夠 青年住宅補充都停滯了 那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下 基礎之下 那我們當然從這個土地的撥用 那希望能夠克服各種 現行法令上的障礙 能夠 所以這樣我聽不出來 就是說你跟他是一個合作關係 那目前基本上就是無償十四處他們希望無償博用的部分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支持嘛 因為基本上就你們的預算這邊 或者基金的部分也是虧損 所以也沒有辦法所謂就是說 聽起來雖然柯P跟蔡總統的公共住宅政策是一致 可是中央聽起來是沒有權力支持的理由 我們事實上現在在討論的其實進度非常 我們請現場的花正式來跟你說明 也許你就會更能夠了解 沒有因為你講的住宅基金這個我理解 那我只是想知道是部長的態度 就是你們的公共住宅政策其實是一致的 目前看下來 就是台北市政府跟中央這邊 跟你們新執政政府是一致 那到底中央會不會支持嗎 有沒有不支持的理由嗎 就不是權力的 我要的是你的態度 我們現在因為這裡面牽涉到一些修法跟一些努力 那目前完全依照現在的制度在走 但是未來要透過很多修法來讓整件事情更好推動 所以我們現在是處在這樣一個狀況 對於預算跟修法的部分 所以聽起來就是柯P就北市府唱他的跳 然後柯P跳他的舞啊你做你的啊 就一樣不 就也是不完全的權力支持 你公理耶你做的耶 我一直跟你提醒 好接下來這個沒關係這個答案沒有這個答案 中央跟地方是一個合作 合作關係但是實質上就是他希望你 時事處的無償博償這個部分就是預算關係 或者是修法的需要再進一步的修法的關係 你就是沒有辦法的權力支持嘛 所以柯P一直說 你們的公共政策是一致的 你也不排除你們也要合作 但是聽下來他就是有為難之處了嘛 就是部長這邊是不是能做已經有為難的地方啦 好接下來沒關係啦 我們都努力在做而且目前目前都 說都很會說漂亮的話都很會說要實質上要有作為啊 接下來就北市府推動公共住宅的部分喔 現在還在規劃階段其實就已經惹到那個居民相當不滿 就是我指的是譬如說公宅集中文山區3348戶的部分嘛 跟信義區6614戶 那其實居民早上議員陳情 里長還率團到議會向柯P抗議 那希望市府顧及公宅預定地周邊居民的生活品質 那包括日照權啦這個你了解嘛齁 公園交通配套等等 那如果到時候你說政府跟台北市是一個合作關係 那你覺得未來既然是這樣的合作關係繼續下去 對新政府到底是一個加分還是扣分 我們努力去推動這件我們認為合乎人民需要的這樣一個政策 不是在想加分扣分 我們就努力的好好把這樣好的政策做出來 那我相信人民一定會感受到的 好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談 因為不斷在談居住正義的部分嘛 那前幾天其實我們有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建商三自拆除三重區那個地上屋的 然後結果他只罰了9萬 那本席想請問一下部長 就是我們的法規當中對於爛拆民宅的二次建商只罰9萬 是因為我們目前的法規現行不足 還是到底是新北市政府對建商採取寬容的做法 因為依部長的了解 這個因為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法規不足還是因為新北市 所以只能罰建商9萬塊 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個施權的爭議 它本身也不涉及都更 然後事實上也是建商本身 建商本身 那他們之間所造成的這樣子的糾紛 那事實上已經也有 事實上也有處理 那我們都尊重全責 尊重全責機關 尊重現行法令的這個制度 那至於他罰高罰低什麼這些 所以現在最上限就只能罰到9萬嗎 這個是我想跟你確認 因為它是個案我們尊重全責機關 看怎麼樣處理 就是說像這樣子的二職的做法 現行的法規有什麼 譬如說還有什麼樣的法規是可以嚴懲的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問 其實部長其實我希望能夠了解仔細一點 或者你說清楚 不然其實很多民眾會害怕 是不是哪天他去吃了早餐回來 還是哪天突然房子被拆了 可是政府是因為法規的不足 或者因為不同縣市的法規不一致 所以你真正懲罰它只有9萬塊 其實對二職的建商來說 其實9萬塊如果這只是上限 其實對一般的民眾其實還是不公平的嘛 所以我才想請教部長就是說 那到底如果第一個 是因為法規不足而造成的這個原因嗎 那如果是因為法規不足上限 只能罰到9萬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法規 有什麼樣的手段 可以嚴懲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我看到那樣事情發生 我其實也覺得是很不好的 那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事情 因為它基本上定位是一個私權紛爭 所以我們政府機關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要拿捏分際 那法令有沒有什麼 整體有沒有什麼不備 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案子以後好好來檢討 那但是個案我們還是尊重權責 其實我這樣問就希望說你都更要有一些新的做法 就有政策的一個效率的一個政策或配套做事 不是說強制好像讓建商去法治強制去拆著丁子戶 可是那這樣子你講那麼多居住爭議 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我希望新政府還是要對防災型都更也好 或者老舊社區都更能夠拿出一套具體的作為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我想在休息以前我特別要跟部長 因為在4月6號我們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那時候做了一個臨時動議 要求就是針對這個社會住宅需求量 內政部應該以一個月內針對如何提升社會住宅供給量 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 並且向內政委員會做報告 以照顧經濟及社會弱勢的家庭 這是當時通過的這個臨時動議 4月6號 所以等於一個月 但是我們內政部給我們委員會的答案是這樣子寫 他說前面那段我就不念了 沒有跟我們回答說本部還要邀請各地方政府 研議後配合520後接任政府的施政目標 評估修正方案內容再另行向貴會報告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一個答覆等於是沒有答覆 也沒有給我們評估報告 我想這個等一下我就給部長 這個是4月19號答覆的 我們我們我這幾份我等一下就給部長 那我想請部長針對我們當時有很多的臨時提案 可能部長還要再重新再過目一下 那我們現在休息下午兩點半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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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kettle�ны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